舰艇有潜好还有舰名 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 我国海军舰艇命名 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条令条例的依据 那么舰艇是如何来命名的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1986年海军补充修改的舰艇命名条例 我国海军舰艇命名总的原则 区别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舰艇命名 并要求兼具条理性 方便记忆 自因清除名称下量等要求 条例规定 核潜艇与巡洋艇应由总参谋部命名 驱逐舰护卫舰下舰艇 及传统潜艇由海军命名 新建造的舰艇或是要更改贤号的舰艇 依照条例举行命名仪式 授予舰名与贤号 以命名的舰艇享有终身制 一般在服役中不会变更 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 驱逐舰一般以国内的省会城市来命名 护卫舰以国内的地级市来命名 补给舰一般以国内的湖泊来命名 比如以由南海舰队武汉舰 御林舰和青海湖舰组成的护航编队为例 先号为169的武汉导弹驱逐舰 就是以湖北省会武汉市命名 先号为569的御林导弹护卫舰 就是以广西御林地级市命名 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 列潜艇以线命名 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均均以山命名 我国船坞登陆舰的首舰 前号为998的昆仑山舰 就是以山命名 步兵登陆舰以河命名 补给舰以湖泊命名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排水量 近3万吨的威山湖综合补给舰 就是以湖命名的 还有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新一代海上应急医疗保障平台 医疗设备配置相当于国内三级甲等医院水平的医疗船 命名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这些命名区别于国内地方船名 它调理性强便于记忆 不宜相互混淆 表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满足装备发展的需要 在人民海军的舰艇方阵中 有两艘战舰是用人民命名的 一艘是远洋航海训练舰正合舰 另一艘是大型国防动员舰士舱舰 尽管中国军舰都有自己的舰名 但并不把舰名漆到船舰上 而是根据国际惯例涂上自己的贤号